三個三四個月前我講 我收射4千萬我退出政壇 今天我是國民黨提出總統候選人 我再講這麼嚴厲的一句話 我退出政壇 這還要再講嗎 面對黑韓浪潮韓國瑜文良 攻見不再讓 我們競選總部大家來捐獻 說我拿錢去買面膜跟高粱酒 我們會做這種事情嗎 沒有做 是人家捐了面膜 捐了礦泉水 捐了餅乾 捐了高粱酒 我們把它記起來 再開一個紙 收據出去 謝謝你 然後說我來買高粱酒跟面膜 盡可能抹黑韓國瑜 抹得越爽越好 而且抹韓國瑜名利雙收 明明是登陸實體捐贈 卻被扭曲成政治現金購買 韓國瑜競選辦公室 也把單據統統鋪在陽光下 四萬三的流向 一來一往清清楚楚 都有在陸陸續續的捐出 而我們這邊可以看到說 這一張弱勢團體捐款的列表 今年的8月12號 我們總共是已經捐出了 5243496元 想K韓國瑜這一季 反打到自己 因為真要說使用政治現金支出 買酒 民進黨也有 根據監察院網站資料 民進黨議員吳佩義 去年酒合一選戰支出 酒世界升行 就佔了將近一萬元 台南市長黃偉哲花在金門酒廠實業的錢 更是高達12.2萬元 這其實酒水本來的競選 不能通用可以許可的支出 如果可以接受成為選舉支出的部分 或是選舉首長 如果可以接受的項目 那就是全國一致大家都可以接受 面對民進黨鋪天蓋地猛攻 如今自踢鐵板 韓國瑜也不再讓全面宣告硬起來 記者陳一軒重演 S&E小組台北採訪報導